有幾個Editas跟三個Button 有沒有 圓鍵上看到的 另外還有個List View List View是底下還有個清單的部分 我們可以在Man底下看一下 這裡的話 這邊展開來看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看不到那個List View 我們只看到Editas 三個Button對不對 那實際上底下還有個List View 那怎麼特別注意你們可以看一下右邊 右手邊 這邊有個蓋藥 蓋藥的部分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的編輯方式是一個Layout Linear Layout 裡面會有一個 Editas 那它放在第一個Layout 一個版面 Linear Layout 1 Linear Layout 2的話 裡面是放三個Button 那最下面會放一個什麼List View 所以List View其實是放在這個地方 會有一個List的清單 顯示在這裡 那我們要做哪些動作 主要會需要用到的程式碼 我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是我重新再把它做一個整理的 首先呢第一個 它需要我們做的 總共大概有七段程式左右 我大概分析一下 第一個就是 連結物件 連結物件剛剛好像已經做了 所以這個地方 這個可以把 這個可以把 不用做 這個地方不用做好了 那也就是有六段 六段程式部分 那六段程式部分的話 第一個就是先怎麼樣呢 資料要連線 這個執行SQL 語法 再取得資料 那取得資料的方法的話 這個是我們要做的 首先的話呢 要怎麼去做一個資料的連結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第一個 第一個要做的 那在那個程式裡面呢 還好 它那個SQL 語法沒有要 要各位去做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那個你的程式碼裡面呢 Stream 裡面也叫 叫 create SQL 後面這個 create SQL 它已經幫我們寫好了 所以還好 SQL沒有要你們 自己打上去 但理論上資料庫 不可能避免 一定要自己去撰寫 SQL 語法啦 可能它把這個地方定義 不是在那個資料庫上面 所以它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只是說它要考我們是什麼 有沒有 你會不會做連線 可不可以跟database做連線 那database呢 怎麼樣去做連線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們在這裡 上方已經宣告了一個叫什麼 database的 一個叫做 SQLite database 就在這裡有沒有 SQLite的一個database 它的名稱叫database 那我要怎麼去使用它呢 特別注意喔 使用它的方法的話呢 後面如果說我要建立一個連線的話呢 要去 連線特別注意 這邊有一個叫open 這個可能要記一下 open and create database 裡面的話呢 請你把database的 這個名稱給它 那名稱我們已經宣告好了 在上方這邊已經幫我們宣告 叫mydb的一個 final一個定一個常數 那這個常數給它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呢 因為我要讀取它 那模式是什麼呢 這個地方呢 給它 叫做 Writeable 那怎麼 怎麼知道 Writeable 其實你可以點 也是一樣 郵標放在上面呢 它會顯示出一些說明 我們就要來 我們就要來 我們就要來